大家好 早上好 今天是11號7月 早上5點 應該是5點15分吧 我出來走路 看風景很美 我已經有11天在英國 我在這裡做什麼嗎 我跟我爸爸去釣魚 然後 週末的時候 就是前兩天 我的姑姑跟我的姑父 來我爸爸的家 所以我去看他們 我們去一個公園 走一走 一個花園吧 有很多漂亮的花 然後 我們去吃個晚飯 說說話 很開心的 還有呢 我上個星期 陪我媽媽去瑜伽 這是我第一次做瑜伽 我覺得可以的 然後今天早上又去 還有 我的姐姐 她是 叫什麼來的 素食主義者 她不吃肉的 不喝牛奶 不吃雞蛋 所以呢 我去一個專門 做素食主義的飯 一個飯店 給她買一個漢堡 然後 這裡好冷 人家都問我 英國跟中國的天氣 有什麼區別 或者是 英國跟上海的天氣 有什麼區別 第一 就是 英國 夏天白天 沒有上海那麼熱 第二 就是晚上 晚上 英國夏天的時候 還是很冷的 比如說今天 昨天晚上 溫度差不多 15溫度 現在 早上5點 有風 溫度 可能就有15 16溫度 還是很冷的 但是走路 還是覺得 心情很好 看那個風景 真美 然後 然後 我還有20天 在 就換個個個個位 已經累了 我就換 還有20天 在英國 陪家人 我還有什麼打算嗎 我跟爸爸說 我想 去 卡丁車 就是那個 小車 所以爸爸說 他會給我們 安排好 去 卡丁車 昨天 晚上 跟我媽媽 去逛街 去一個商店 買一些 衣服 買兩條 工作的褲子 還有一個 皮帶 其他的安排啊 還沒想到 還沒想到 我媽媽想去 叫什麼來的 帳篷 camping 是嗎 住在外面 坐一個tent 睡在外面 所以呢 可能回去 去做camping了 然後啊 時間快快走了 然後我又要上飛機 回上海了 好了 那就這樣吧 我回去 吃早飯 吃世界最好的早飯 你都知道 世界最好的早飯是什麼吧 對 要賣片 米後糖 起鴨子 核糖 好了 那我先掛了 拜拜